大家好,我是雅超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挪亚方舟背后的辛酸 真的? 在网上,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卡通 就是这个名字 挪亚方舟背后的辛酸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可能能看费这种 我们有空 那只能吃吗 我不知道 就是种种子 什么? 这种的吃死平均的使节育物 是需要食温暖和折断 Basia 那种人们都能吃 就会做出类似的 爹,爹,爹 爹,爹,爹 爹,爹 爹,爹,爹 爹,爹,爹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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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狱虎 爹 小狱 狱 爹 辣 す I've got to get back to making the snake muzzles so that no animals get bitten by- WHAT?! Well, for the king cobras, death adders, banded rock rattlesnakes, copperheads, black mambas, gaboon vipers, cottonmouths, burrowing asps, mole vipers, stiletto snakes, whip snakes, tiger snakes, taipans, black desert cobras, pit vipers- Geez Dad, do we have to take them all? What?! Of course we do! How else is 600 species of venipus snakes going to exist after this flood if we don't take a pair of each of them?! And they all have to wear muzzles or one of them might bite some animal and that would be the extinction of that species, wouldn't it?! Geez, when you put it like that we don't really have much of a margin of error, do we? Oh, you finally figured that out, did you?! We have zero margin of error ham! Not a single animal is to die on this voyage! Why do you think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a decent night's sleep for the past few years?! 這個影片是用非常搞笑的方式 它的目的是要來攻擊基督教,聖經的不可靠 它其實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來誤導人 這個影片提出了許多挪雅方舟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方舟再大,它怎麼能夠容納現在所有的物種 第二就是方舟裡頭這些動物他們的吃喝拉殺的問題是要來怎麼解決 第三個就是這些動物有些是兇猛的,他們不是會自相殘殺嗎? 所以它這個電影叫《挪雅方舟背後的心酸》 所以挪雅是傷透了老金了 從人的角度的確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神的話就不是了 聖經講說,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的神,其有我難成的事嗎? 在神,其有難成的事呢? 我們先來看看,如果你到印度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些非常美麗的人 他們的輻射幾乎跟白人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到了南方,你就會看到這些印度的女子 他們的輻射就深的很多 我有個同事是從最南方 她的輻射跟黑人就根本一樣的 以前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 有許多南洋來的僑生 他們是純粹的漢人 在幾十年的光景看起來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達文在一個海島上觀測到 有些鳥要把堅果咬開,所以它的嘴是特別的粗壯 但是有一些鳥呢,他們是不需要 所以他們的嘴就是很尖 所以你可以看到鳥類的進化 能夠進化成很多種的鳥 這是一個新的品種的牛 有一個人寫了一個文章,講到遺傳 講到一對狗 牠們在一個胎所生下來的小狗的形狀大小 都有很大的差別 你試想看 如果這狗繼續的繁殖下去 牠們就會產生不同品種的狗 所以進化裡頭 有這個所謂微觀的進化 因為要適應環境跟交配的結果 就能夠產生不同的種類 所以每一個物種都能夠衍生 許多不同的種類 所以對不起,挪亞 並不需要帶一萬四千多對的螞蟻 只要帶兩隻就可以衍生出 許許多多種類的螞蟻了 那麼挪亞,牠怎麼樣防止野獸吃這些動物呢? 這邊有一段聖經 是告訴我們說 當神把這個世界都切都結束的時候 就會產生 豺狼與綿羊同居 豹子與山羊羔同臥 在我聖山片處 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 所以神可以使各樣的動物都能夠和平相處 更何況 他要完成方舟的計劃的時候 他當然也可以使這些野獸都能夠 與其他的動物和平相處 那麼挪亞怎麼解決這個吃的問題呢? 今天人類跑上了月球了 所以就想要繼續去火星探險 那麼火星離地球有五千四百六十萬公里 在這個長程飛行的過程中 太空人的吃喝拉撒睡就是一個大的問題了 可是其實更重要的問題就是 如何能夠解決這個太空人 他在單飛的時候 他的空虛寂寞 這個問題是更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想到 用使得太空人冬眠的這個情況下 這個問題就能夠得到了解決 這個方舟上怎麼解決他們吃的問題呢? 我們知道今天熊和許多的動物 他們都有冬眠 人類用人的智慧 可以用冬眠來解決長程太空飛行的問題 更何況神也能用他的神力 使方舟里的動物都經過冬眠 在冬眠的情況下 不但這個動物不會自相殘殺 而且他們吃喝拉撒的問題 也都能夠迎面而解決 當人看到洪水跟方舟的時候 他是竭盡所能來批評 還是他應該有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其實更重要的要看到洪水是一個審判 以前有審判 將來也有審判 而在審判之中 方舟就是神的恩典 是給人能夠有一個逃脫的方法 就是救贖 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人類 將來以後要有審判 而我們人必須要得到救恩 才能夠逃避將來的審判 今天很多人不相信 曾經地球有大洪水 我們只要看看地球 你看到有這麼多的海洋 地球上71%是海洋 在海洋裡頭儲存了97%的水分 而淡水的水分只有2% 如果沒有海水的蒸發在地上 是不可能下雨的 所以這個海洋對生物是非常重要的 你現在縱觀這個宇宙 你能夠找到哪一個星球 是跟地球有同樣多的水呢 地球上的水 這些海水是從哪裡來的呢 地球上的水 就證明地球曾經有過大洪水 這是一個人在曠野 放了一個方舟的模型 有一位先生 他到了土耳其的山上 就找到這樣一個地形 這個地形看起來就像是方舟以前停破的地方 它的長度就跟聖經所講 方舟的長度是一樣 有門的地區 我們一看就像是方舟停破的地方 那方舟是不是曾經發生過 我們必須要去探討 聖經所講的審判 有沒有可能 當年挪亞造方舟的時候 在漢地造 經過了120年的時間 許多人認為是笑話 不相信 可是到了方舟的門關上 洪水來的時候 他們就錯失了機會 就全部死在這個審判的洪水之內 如果神的審判是對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小心 千萬不能夠像他們一樣錯失了 那麼挪亞是不是很辛苦 在《創世紀》六章那邊 告訴我們說 神對挪亞說 凡有血氣人 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 所以他吩咐 挪亞要做一個方舟 結果 在這一段裡頭 有三次講到 挪亞就這樣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樣行了 挪亞 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行 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 所以在方舟的時候 神已經設計好 挪亞只需要去遵行就夠了 所以挪亞是不是心酸呢 不是 挪亞除了辛苦一點 是一點也不傷腦筋 一點也不心酸 在網上就可以看到很多 有人刻意要誤導人的影片 所以各位觀眾 請千萬不要被他們誤導了 在我的頻道裡 有許多介紹基督教的影片 歡迎大家去觀賞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請你來信 我的email address是 b-e-l-c-a-n-t-o-g-at-g-mail.com 謝謝收看 願神祝福你